当然是希望自己能够像正常一样拿刀 去做菜 忍不住在镜头前落下男儿类 因为25岁的小凯有可能因此出事梦碎 现在的他右手三根手指 明显比左手的还要短上许多 而且就连基本动作拿水杯都有困难 没办法用力握拳也合不拢 更别说拿刀切菜 而这都是因为工作时被机器卷进酿成的 手就会在那边拨 小凯在提供老虎将温州大混沌 物料的中央厨房上班 除了意外三根手指断了两截 伤口严重发黑红肿 当下就连他自己都不敢看 因为我们新人没有员工训练 我们只能看 他变成说看他们怎么操作 我们也没有说正确 你要怎么把完全的菜渣清掉 我们不知道 而事后要谈赔偿 公司却说一开始已经包了六万六红包 而且是因为员工自己的疏忽 何解禁顶多再赔四万元 反正他就是要以四万块来解决问题就对了 今天员工在你们公司上班 在你们工厂里面发生的 为什么会没有责任呢 很低调不愿多说明 不过业者还被查出给员工的教育训练课程 及时数不足 另外也涉嫌高薪低暴 规避税金 遭到劳保局开罚 这回员工受伤 按照劳保局制定的霍富曼 细数公式来看 可以求上九百万元的劳动力减损 但何解禁乔不拢 老板员工也只能透过司法途径来解决 记者郑雨琪李玉景台北报道